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左相非语 我是沙连同头过IMU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课大盘表 现在今天台课大盘搜盘 搜跌个145点 那指数盘中一度 一度还是跌破16000点 这整数关卡 那毕竟我想今天 在这个相关电子权重个股 不管是说233 你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一开盘就大跌高达23块钱 那后续跌幅稍微做到收敛 甚至包括像连电 这个相关包括像2317鸿海 我想这些相关的一些电子权重个股 随着在今天这个外资 实际性大卖超过这300多亿的一个结果 那等于说这个盘势 在近期电子相关个股 一样受到一个相当相当程度的一个压抑 那毕竟我想针对这个盘势的一个压抑 电子个股在做压盘 那重点我想我们在针对今天这个结果 结果我们不妨问一下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各位你会觉得意外吗 你会觉得意外吗 因为毕竟这个阶段点 我想我们从上个礼拜礼拜四以来 我们就天天跟各位做强调 上个礼拜礼拜四指数 指数创这个波段的一个反弹 一个新高来到16410点 那当时我们就基于 月线的一个扣底 一路扣高 一路扣高 因为毕竟在上个礼拜四 月线线已经开始指数还收红 当天的收红收涨72点 那问题是说指数收红创高 那结果月线线是下弯 月线线是下弯 最主要因素是因为扣底 扣底的关系都在扣这个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那这个相对高档区到今天为止 指数包括在前天 前天大盘也涨了100多点 相对就是说这个月线线的一个 往下的一个趋势 我想到今天已经连续5天 连续5天 天天都是下弯的一个铸跌 下弯的一个铸跌 那既然 月线线在做一个往下的一个push 就帮助这个下跌的一个铸跌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的话 我想今天这个盘势继续的一个下压 我想这个各位 你当然就不会太意外 就如同在上一个波段 前一个波段在这个阶段一点 当时为什么我们在3月5号 3月4号 落地点那个当下 我们要各位可以来留意一些相关 不管是说电动车 不管是说像IC设计 它的一个回测买点 那毕竟我想这个timing 又已经相相接近 因为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今天指数扣底 一样扣这个高点 今天是扣在这个2月24号的16212 16212 还差不多差不多100点左右 那到明天一样还是继续扣高 明天是扣这根红黑棒 今天是扣这些黑黑 明天又扣高 扣高的话 月均线继续下跌 那当然我想各位 你还要还是再忍那一天 在忍那一天 后天 后天礼拜五 就扣这一根低点 这根低点 2月26号当天是大跌498点 下跌到500点 那你扣这个跌了500点那一天 当然的话 月均线就会形成一个叫做往下的一个翻转 往下的一个翻转 那这个是之所以我想后续到后天 最慢到后天 又是各位一个很不错很不错 逢拉回 来做到让早迈一点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时间点 那所以我想我们每一趟距离 不管说创立与新高之后的转折下来 多转空 是这个波段 空转多 延续到上个礼拜礼拜五 多又转空 我想每一趟这个转折重点 我们都全面性一天不差 来帮各位去做到完全的一个掌握 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连续几天 期末我们跟各位讲 最近这段这个波段 各位无论如何 指数先摆两边 指数摆两边 个股摆中间 选股为重 那尤其在这个阶段点 相关的一些电子前后个股 在做压盘 压盘的这个状况之下 那各位 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在短线上会往生计防疫的 一些概念个股去做移动 包括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想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6547像高端疫苗 昨天涨停 今天继续涨停 那我们在今天早盘 我想透过这工具挑出来 一些相关 产生讯号的 这个短多 快打短多的一些个股 我想我们在今天早上 9点出头 9点5 9点28分 全面性都有在我们这个 这个Telegram直接都分享 各位找出来的几几乎乎 党党都是生计防疫的一些概念个股 包括 4142国光生气 国光生气今天锁涨停 6576的这个易打 现在盘中差一档涨停 收盘的大涨6%多 全面性 大盘在做拉回 那当然话 生计防疫概念个股 拿到这个资金 反而成为这个叫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个股表现 纯粹个股表现 那如果说各位 你掌握住好的一个轮动的一个tempo 天天都是好行情 就如同我们在昨天卖掉这个 5243这个以胜KY 昨天以胜KY是 攻涨停 创高 涨停创高 我们在这个涨停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们是执行这个叫 获利落贷 出厂的一个动作 卖掉创高的涨停的这个 以胜KY 买进 收尾这个资金之后 买进相关这些生计 黄疫的这些概念个股 今天 继续 赚涨停 继续赚涨停 我想这样子实际上结果 就是说各位 你知道掌握住这个轮动的一个tempo 天天都是好行情 你每天就有钱 我哪要打 那毕竟我想以针对 今天我想 原先一些 这个波段 我们从上个礼拜 是一路要各位卖卖卖的 这些相关这些个股 我想有很多个股 都已经陆陆续续 又产生 这一个波段的一个回撤买点 不管是说 我们昨天分享 这个653的爱普 昨天回撤买点就产生 今天 245是这个联发科 联发科 回撤买点讯号 又做到产生 所以我想在这个节奏点 一样我们的看法 不做任何改变 都在做一个叫做 个股 类股 强势在做轮动 那这个轮动 我想我们带给各位 这个唯一的策略 还是不做任何改变 根据讯号 有买有卖 我们都是执行一个叫短波段的一个价差操作 每档个股 我想我们在16000之上的这个timing 我想我们不建议各位买进去就抱着不动 一定要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这个操作循环 从一买一卖 这个循环大概一个礼拜上下的一个时间 有买有卖 这个才叫做真正获利 不然 抱上去又抱下来 抱上去又抱下来 你抱着不动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会把各位你的获利 去做到一趟大幅度的一个侵蚀 就如同我们在这个波段 3月8号 这6530这个爱普 这一趟我们的价差获利 207块钱 趟一张就好了 买个一张就赚207000块钱 如果各位你只会买不会卖 一修正拉回 又是90几块钱 把各位获利又已经吃掉一半 获利又吐掉一半 那等到昨天又产生买点 你只一买高档 拉高之后 卖性产生你先卖一趟 拉回90几块钱之后 你再做一个重新回街 你是不是可以赚更多 赚更多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路 为什么要带各位 唯一的一个策略 叫短波段价差操作的 很主要的一个理由 因为毕竟 不管说近期的一些主流标的 都是一样 赶涨赶跌 拉拉很快 修正修正也很快 包括我想在近期 不管是说像今天233年台积电 一开盘就跌了23块钱 台积电大跌 今天量报到10万多张 我想这个 当然原凶一定是外资无疑 就是说外资一路卖一路卖 重点我想今天卖 卖的总成交量 超过这10万张以上 这代表这个已经非常接近沙盘的一个尾声 当然这两天我们带各位去操作生计个股 当然很多的一些我们在前一个波段带各位卖掉的这些个股 我想陆陆续续又已经产生回撤的一个买点 那所以说包括IC设计 包括电动车 我想这个原主流的一个态势 还不做任何改变 一样要请各位 特别要留意这一趟的一个回撤买点 台积电大量 这个已经沙盘的一个极致 季线一样维持上弯 这个后续虽然今天跳空跌破 后续都还要把这个跌破之后 再把它往上做拉升 那当然的话季线 原来的支撑跌破之后 就会成为耳后的一个压力 后续台积电能不能又是败不复活 我想你就密切观察 能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 第一关一样落在这个季线 破了之后你会谈 能不能去做过季线 季线不过 一样还是要请各位空头个股 趁板谈 一样要执行这个卖的一个策略 2454联发科 我想我们在昨天都有预告各位 他就寻求这个波段季线的一个支撑 那季线联发科季线在864块钱 今天最低点来到866 相对就是说今天早盘 早盘是黑盘 拉回4块钱 最低刚好逼近到季线支撑 就挡住开始走弹 我想以联发科今天要产生 它这一个波段的回设买点 我想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做分享 那包括我想这档标的 我要说我们从3月初 3月5号3月8号 当时我们也带进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那针对这档个股相对来讲 我们在当时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做买进 包括高端疫苗在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板创历史新高 相对就是说 以它前波创高237.5 这一趟拉回 拉回快接近30% 相对应就是说以高端疫苗 这一个波段的一个回测 月均线在这里回测 月均线连碰都还没有去碰到 代表这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回测 强势的一个回测 那月均线我想到目前为止 维持这个上弯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之所以 为什么我们每天跟各位做强调 买你要买这个叫真正的多头股 那什么叫多头股 月线站上去 在月线之上 月线的一个趋势 维持上弯不做任何改变 买就要买这种叫真正的一个多头个股 我想多头标的屡创新高 屡创新高 就会是他们未来的一个展望 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动向就是如此 所以说针对这种强多个股 你的标准操作动作 当然还是要落在一个叫做 逢拉回找买点 你只限定以这个真正多头个股 空头股就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你每天在听 我想这个特别只能针对 这种所谓的强势这种多头个股 才是拉回找买点 并不是说任何一档标的你都可以拉回 空头股你是绝对拉回 你必知逢反弹你是要卖 逢反弹你是要卖 我想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高端疫苗我想这个波段 买点讯号在昨天207 200空气买讯做产生 比高端疫苗昨天锁涨停 今天继续锁涨停 连续两根锁涨停 相对于为了说我们在今天早上 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28分 也一样透过这工序挑出来 这些个股 党党都是生气 党党都是生气 包括我们在今天早盘 我们分享各位相关这些生气个股 工具挑出来的这些跨打短多标的 4142国光生气 买点在55块7 到手盘锁住涨停 锁住涨停 6576这档生气新要的这档 前列腺矮的新要的一档 一下是一大厂商 6576的易打 买点讯号106块半 106.5 这种都修正整理的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是之所以 为什么我们每一天 要跟各位做强调 个股你要去区分高低位阶 高低位阶 买这种低位阶 低位阶回撤 买点需要产生 我们来做买进 买进低位阶 后续你就可以买在相对低档 来享受这一趟 一样短波段的价差 一个获利的价差 易打今天盘中差一档 差一档光涨停 收盘大涨6%多 另外我们再针对工具也挑出这么一档 就是相关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档 3680的加登 这比一档价格比较高 高价位的买讯在313块钱 313 今天收盘收在321块半 我想这一差也差了8块半 相对我想这个 你的针对选股的部分 或者说这个买卖点的一个策略 我想全面性 你都可以交给工具 轻轻松松来协助各位 不管是说针对精确的选股 或者说这个买卖点的决定 我想工具全面性 都可以很轻松来协助各位 近期我想为了说 我们从上个礼拜四以来 天天针对一些 丁雷百拜期指数是创高 创这一个波段 谈了770几点的一个新高 那问题从那一天我们在盘中 盘中早盘 在10点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清楚告诉各位 虽然指数在做创高 那问题 越来越多的一些个股 说这些个股都是蛮 都是有名有姓 都是蛮具有指标性的一些个股 不管是说 像台积电连电 这些个股都是一般 都是如此 甚至包括像连巴克 都是一样 细尖岩龙头 六四八八环球晶 今天白拜喜 三四八方卖讯 七五四 我想我们这个每一天都跟各位做分享 每一天跟各位做追踪 到今天环球晶 小涨13块钱 涨13块钱 这一趟一修正拉回 39块 39块钱 一张没卖 差了快4万 被动元件 2492华星科 这一趟今天华星科继续要跌了一块钱 这一趟一拉回 拉回超过十块 一张就会差一万 6284加帮 卖讯 今天继续跌 这拉回 短短几天已经差了7.7% 3661四星KY 从卖讯产生了一个后续 连续四天 天天跌 天天跌 到今天还在跌 今天跌4块 昨天跌12块 前天跌44块 更前面跌了18块 连四黑 连四黑 这是更凸显出 为什么各位会买要会卖 如果说各位你有这个工具 这个卖讯的行临出处 当时的买点 买点这一趟买点 价差了100多块钱 会买要会卖 如果说你会买不会卖 一拉回76块 把各位100多块的获利 吐掉四分之三以上 存贪25% 本来你可以赚到100多块 你不会卖 不会卖的结果 一拉回就是76块 四星KY 艾浦拉回更深 这一趟卖点在852块钱 一拉回90几块钱 90几块 我们在昨天有跟各位分享 这一趟回程买点 已经产生在多少 763 763 那今天艾浦说在777 昨天涨 今天继续涨 差多少 差14块 两天又差14块 全面性 有买有卖 高档你要会卖 拉回 你要会买 我想这工具讯号 都可以很明确 来告知各位 新普罗 这一趟一拉回 今天继续跌 今天跌了2.3年 这样一跌 拉回超过10% 超过10% 同志 今天有缓弹 那问题我想这个波段 从卖讯一产生 这一趟拉回23块钱 毕竟我想这一个股 全面性 那当然话台积 更不用说 在当时卖讯 2月19号 从他当时指数创历史新高 他已经率先产生卖点 在前面那一趟拉回69块 弹上去你要会赚 回车卖的产生 你如果做买 买进去之后 你也会卖 卖点在612块钱 就这一趟 这个是前面那一趟 前面那一趟一拉回 那这一趟我想到今天 今天又拉回到这个 今天又一开盘 又大跌一个二十几块 二十三块钱 我想这个波段一样 请各位 这个回车买点讯号 已经即将要做产生 那你相关你持有者 静带弹上去 逢季线压 要卖再来卖就OK 那毕竟我想在近期 最主要的称盘要求 当然是落在红 红家军红海家族 那这些个股我想 包括像红 从卖点产生 这一路 这几天产生卖点 你要执行卖 郑达 每年创高 这一趟拉回 这连续这两三天都拉回 这一趟价差已经三十几%了 广宇 这一趟一样买点在这边 实际做创高 那毕竟我想 以胜K1 我们是带进这两个股 在当时3月16号 买点在68.4 68.4 那我想以胜K1在昨天 昨天是亮灯 公涨天 那他在涨停 后续涨停有打开 打开那一瞬间 欧老师我们在昨天 率先先执行这个获利落袋 因为毕竟昨天 以胜爆出了他那个新天亮 7万5千多张 7万5千多张 股本16亿 昨天的周转率快接近50% 我想这样子实际上结果 高档已经出大量 我们恶话不说 先执行获利 卖掉以胜K1 昨天说涨停创高 资金在往生气股来做移动 今天不管是4142的果光升 所涨停 6576好像一打 盘中插一档涨停 收盘的大涨6% 我想操作就是这样子 有工有手 什么该卖 什么该买 我想这个工序 全部都可以很明确来协助各位 那像爱普我想这一个波段 不管是说 我们就示范这个爱普给各位看 因为这一档标的 我们已经来来回回 操作不下10趟 那重点我想 每一趟 为什么可以买的那么漂亮 卖的那么漂亮 包括这一趟从新鲜康盘 那时候买点在718 这一趟涨上来 2月23号 大盘是2月22号 创历史新高 一拉回 快接近1000点 爱普前面那一趟 764块钱卖逊 这一趟拉回 都是赶涨赶跌 一拉回 149块钱 你一张没买差 差了到15万 一张没卖差了15万 我想 价位卖逊 清清楚楚 会买也要会卖 后续 3月8号 当时这个是3月5号 3月5号我们预告各位 买点那两个要出来 你要留意要做会买 这边你会卖 这边你用更便宜的价格来 跟他买回来 爱普3月8号产生卖点 665块钱 我想我们会员的全部 操作讯息 阿那买 阿那追踪 阿那买 我想全面信我们都分享 各位 这一趟我们有分两段的操作 从这个 3月8号到3月12号 创高我们先卖一趟 连续两天拉回 我们又做重新的回接 后续隔一天涨停 继续做一个创高 这一趟价差是69块钱 前面那一趟是133 两趟的一个累积是207块钱 获利要先放口袋 获利先放口袋 卖信再多 852块钱 也造成这一趟的一个拉回 这一趟拉回我想一拉回 有90几块钱 把你的获利是不是又吃掉一半 本来趟200空袭 一拉回91块钱 把获利又已经吞掉一半 吞掉一半至少还是赚 那重点我想很多很多的个股 一去不回头 你高档没有卖 甚至把你的获利全部吐光光 不搭紧 还倒赔 那么在昨天也都有分享 各位 3月23号 回这买点 7月23又产生 7月23又产生 我想艾浦今天收在777 又已经两天 又是14块 全面性 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买的漂亮 卖的更漂亮 那毕竟我想 艾浦是如此 四星 我想这个一样都是一趟一趟操作 这一趟这个价差111块钱 你只会买 不会卖一拉回76块钱 获利都吐掉至少四分之三 全面性要会买会卖 那莲花科 我想这个波段莲花科 今天又产生买点 今天买点 产生在889 889 收盘 收在这个894 相对就是说 全面性 我想未来这个大盘 我们上半段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过 后天 就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买点 相关的一些 原来的一些强势个股 不管是说IC设计 不管说电动车 我想很多个股 又陆陆续续 产生这一个波段的回测买点 那当然再过几天之后 我们生息个股一样会陆陆续续 去执行这个叫获利落贷 一档赚软再结一档 掌握轮动天天都是好行情 那我老师我们在今天实际性 一样有提供给各位这个 双倍加持不加价的活动 那这个你只要加入我们这个快打部队 会员的运作 马上你就可以拥有 智慧型快打部队智慧型的这个操板软体 双倍加持不加价 详细这个活动讯息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到我们这个Telegram 直接做个登记的一个一个报名 好祝各位美人超乎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